字幕提供 你看喔 這場比賽是從頭到尾都是對手領先 剛剛那場對手投降的比賽 是不是從頭到尾都對手領先 然後呢他只被我們反超三分而已 直接就投降了 你看有多麼的玻璃心就好了 這就是 這就是灌籃高手很風氣很差的地方 大家知道嗎 感謝蒼賢的50星 從頭到尾都是他們領先的局 就被我們反超個一球而已 就是我們講兩球好了 就被我們反超個兩球而已 對面直接不打了 那你知道為什麼就要拿福田了吧 因為我知道打得了啊 兄弟 高砂先拿吧 可以 YT 感覺影片多一點特效會更有效果 沒有啊 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我 我的YT有時候就是不上字幕 然後 沒辦法做那麼多特效的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是因為 因為我直播其實需要花我非常長的時間 就是我沒有那麼多的 就是我剪片也是自己剪的 我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可以 再做字幕再做特效 大部分你們看到YT做得比較好的 那都有請片師 那有請片師的情況下 我可以一直 我可以一直 可能我只要一直直播 然後請片師幫我 注重哪一段 然後那個字幕什麼的片師都會幫你上 大部分YT都是有片師的 不是自己去做的 自己去做其實剪片是非常 花費時間的地方 再加上我又需要開 蠻長時間的直播 所以我沒有那麼多時間的原因是在這邊 下次冠軍杯八強賽是下禮拜 不是這禮拜 6月12 但片師又很貴 我的YT 基本上還沒有辦法有達到那麼多人在看的情況下 請片師不會划算 不是我YT算是就是邊經營這樣子 然後我就會剪一些 可能比較精彩的比賽啊 之類的 沒有我從不氣氛的 說真的啊 我算是我也算是一個 灌籃高手的一個老的實況主啊 就是 說真的算是有點老的實況主好不好 就是什麼叫有點老呢 就是 我開灌籃高手這款遊戲的直播已經很久了 那我不想做這種事情 就是我不想要去做一個 可能會破壞灌籃高手風氣的事情 懂嗎 就是 因為 雖然我的台沒有很多人看啊 就是我的台可能沒有到很多人看 但是 這種事就盡量不做就不做 你如果假設我去做什麼 這遊戲已經很多人在氣氛 很多人在放推了 我自己就很討厭這種行為了 那我幹嘛要去做 你真的打不下去輸了 大家不要就點投降了呀 對吧 吸 吸 ㄟ 老闆 不要不要做動作 不要做動作 好球 沒啊 潮起本來就是拿來採工藝很好用的一隻角色 我自己就不喜歡放推 擺爛 掛機 那些動作啊 但是打輸真的沒辦法 那我可以接受投降啊 我是能接受投降的 打不了就投啊 點了哪有差啊 不要浪費彼此的時間嘛 不要綁住六個人的姻緣嘛 不合就是算了好不好 到 到不同 不相為謀 對吧 掉了 好爽 這樣也會掉 舒服 又掛機啦 老兄 那整天掛機就飽 欸會蓋耶 不錯耶 我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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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點不進 沒進耶 但又不扣 來軒 每個實況主 有的要的東西不一樣啊 像我大部分都是希望可以教你們一點東西 你知道嗎 就是我希望你們看我的直播可以學到防守 可以學到一些灌籃高手裡面 需要去進步 你想進步的話 你就必須得去學的東西 我是希望大家看我直播可以學到這種東西啊 這是我最希望可以帶給大家的東西 超級 超級 可不可以那個啊 超級可不可以不要轉進來啊 很皮耶 太遠了 藍板 像這個就可以帶藍板套啊 多香啊 好嗎 很吸引 好嗎 光師傅 器 是 超級可責的 最是 比較手 太靠近了 好嗎 你已經看到了 我還在睡覺 怎麼寶寶 左邊 板 漂亮 哇 沒冒到 決定 你看 隱仙也是他自己拿的 然後 說真的 被蓋最多的就是誰 阿不就是隱仙嗎 阿你被蓋最多 然後氣氛的也是你 這我覺得很奇怪阿 阿打不好的是別人嗎 人家球都不是都給你的嗎 阿你打不好你要怪誰 對吧 阿這種狀況你要怪誰 對 你要不要想一下那個 這邊 然後氣氛的是隱仙 阿不是 這不就很有趣嗎 阿打不好的是你 你自己要選隱仙的 有人叫你選隱仙嗎 對吧 那掛機的也是你 所以現在是怎樣 你是老大是不是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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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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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